各位進到我們的簡報之後呢 你先看一下 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觸也好 或者是各位呢 就是 可能之前 有稍微簡單先接觸過 我們今天的話呢 用的這個Weborduno 他會用這個教育套件 教育套件他有一整盒 裡面有這些元件 這些元件 那麼 什麼是 這個是他的那個 整個待會你會看到外包裝 那我們先看一下到底Weborduno是什麼 你們 四傳系的同學應該比較少會去玩這些電子類的東西 所以有聽過Arduino嗎 沒有對不對 對我們來講是天方夜團嘛 所以這個我就不用講了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 標準的啦 標準的這些 傳統的 這些電子類的 電路板上面 其實你要控制他 事實上現在都有晶片可以控制 但是 一般我們要做 要接觸到他 因為這個 實在不是 這種 我們 視覺化同學應該會的事情 你都覺得那是工程師要做的 所以你只負責用而已 所以 你 平常的設計 包括什麼展場設計包裝 你們都有上展場設計或包裝設計嘛 對不對 你大概不會去想要把這些裝置加進來 但是呢現在我們的Webduno 他 其實 跟各位 是有關係的 為什麼 你們有學過網絡設計對不對 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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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到底現在幾年級 三上 三上而已啊 所以你們到 三下才 辦一個學期的 網頁課而已 那真的很難學什麼 那你們這樣 就放棄了嗎 因為網頁也是 以後各位 就是四傳系同學 出去之後 很容易會 接觸的產業之一啊 因為你做現在做平面印刷 我相信各位知道 景氣 沒有那麼好 對不對 所謂的沒有那麼好是因為 現在會分散開來 他不會消失 但是量確實是減少 因為現在媒體很多 所以網頁上是一種 很重要的一個 另外一個媒體來源 如果你不會設計包 你就失去一大塊了 現在什麼東西是不是都在雲端 對不對 那介面是什麼 是不是就網頁 不然就APP 好所以 網頁部分一定要稍微再加強一下 那 WebDuner的好處就是 他做好之後 其實就是網頁 所以如果你 下學期 你在學的時候 應該大部多數老師都會教各位用JuneWeb比較多 那你用JuneWeb 你可以把這些 WebDuner產生的網頁 就把它放到裡面去 也就是說你可以不用 給人家看的時候 哇我的程式碼都給你看 不用 你可以把它變成你自己的網頁 好那這樣的話 是不是使用上就比較 好一點 比較有你自己的設計嘛 這個是 我們在WebDuner裡面 它比較不一樣的 再來就是 它 透過瀏覽器 就可以完成 所以 各位你用平板也好 用 電腦 都可以 不需要另外安裝軟體 不鼓勵各位用手機啦 手機螢幕實在是太小了 雖然也可以啦 但是 你眼睛會花掉 好所以 大部分就是說 它基本上不用另外安裝 你在線上就可以完成 只是 不要拿 這個傢伙 開玩笑 因為沒有人擬它 了解 你可以用Chrome 或者用Firebus都可以 就是不要用IE啦 不管是Edge 還是 那個 現舊版的IE 基本上 看OK 但是你要 寫程式就不行 這個是稍微留意一下的 所以這個是它比較特別 那當然我們 WebDuner 它主要走的就是WiFi 所以 WiFi是無線的對不對 網頁還有一個特性是什麼 可以多人控制 所以你看到等一下我們看到這邊 因為這個部分 各位至少有一個東西你應該常聽到 互聯網 有常聽到的吧 是什麼東西都可以控制 對不對 互聯網這個我們就稱作IoT 所以 WebDuner 它等一下 我們在這邊 它有一個 好處就是 你可以怎麼樣 多人 控制一台 也可以 甚至多人控制多台 或者是裝置之間的互動 都沒有問題 你就把它想 就好像你在瀏覽網站一樣 有一台伺服器 你就連進來 喔你是誰 你是誰 我們兩個就可以怎麼樣 互相溝通 不管是人對人的溝通 還是人對機器的溝通 因為它用的是網頁的技術 網頁反正是多人互動 對不對 所以 它就很容易達成 那目前呢 我們在WebDuner這邊 昨天 邱老師剛剛講 同學玩的是紅色這一塊 馬克一號比較大一點 我們今天玩的是這一塊 右手邊這一塊 有沒有小一點 對不對 小一點 而且還蠻小的 所以這個對我們來講 各位如果用它包裝設計 用它展場設計 你要放在那個裝置裡面 相對比較容易 你不要看我 這個行動電源好嗎 我們只有這一塊 對不對 你要藏起來就比較容易 你要做一些感應啊 做一些機關就相對容易 這樣有沒有比較了解 可以 我們不會做到這個行動電源好 說一個 你先聽聽聽喔